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狠人的问题 那种传承太强大于可怕 若是让这样的传人成长起来 日后肯定是不是大敌 一念花开君临天下 代表了狠人昔年的无上风姿 此数加上举世无双的万化圣诀 不说斩尽天下英节也差不多了 相传狠人还开创有专展诸王的无上秘书 世间绝伦 光是种种传说就足以让人颤离 离黑水泽舌 他一劳提玉生出神态 万年再生 这样也太可怕了 岂不是等于经历了两世大地 土飞野心有疑问 都说他活得最久远 该不会现在还在人世间吧 他爷爷掌握有上股吞天魔管 随着对狠人的深入了解 他有阵阵心惊肉跳的感觉 觉得那是个烫手的山羽 不可能 信念他若还在世上 武士大帝肯定会与他有震动万古的一战 黑黄嘀咕了一句 古之大帝难道没有一个人活下来吗 他们精彩绝艳 傲施古今 我真不相信一个个都离世了 要是没死 我挖了他的道场 抛了他的坟 以他的性情 早跳出来将我活剥了 大黑狗咕弄道 几人一阵无言 细想也确实如此 若是他还活着 怎么会任吞天魔管分开呢 散落天下间 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呢 叶凡感受到了压力 吞天魔宫对应的各种秘法 皆是盖世圣术 而不灭天弓更是神秘 连黑黄都不知 对应有怎样的精识奇术 需要去圣衙 去寻到九密的第三密 叶凡有了这样的念头 他虽然学有语 但是 都是某一秘境的心法 并非全经 未记载有无上圣术 此时他严重感觉 缺少秘术 光有强大的心法远不够 还好 斗战胜伐举世无双 攻伐胜利第一 可以千遍万化 烟花出无尽杀生大树 不然的话 他队上死敌时 必会捉襟见肘 叶凡问道 你们打探到神王的下落了吗 当初 他从北域横渡而来时 曾与几人有约定 他若治疗好大到伤痕 肯定会做出一番动静 让他们寻出绝代神王 没有 石沉大海 根本没有一死消息 我托江坏人打听了 他爷爷江义 侵入江家 也没有得到线索 董皇太大了 想要寻出绝代神王来 谈何容易 叶凡猝眉 九死一生 终于拼出 无缺的不死神药了 却没有办法寻到神王 这让他很头疼 李黑水说道 放心好了 江姐若是有消息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得息的 绝代神王 对叶凡有大恩 他不想见到神王 黯然陨落 想为其寻到复生的道路 如今见到曙光 却没有办法实施 庞博这样判断 我想 神王应该还没有离世 毕竟小婷婷与他在一起 在他预感时日无多时 我想 他会将那个小女孩 送回江家的 这正是我最心忧的问题 他很担心 怕神王以最后的余力 逆天帮小婷婷改命 而耗尽最后一丝复活的希望 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自从神王带着婷婷消失离去 一夜凡就生出这样的想法 神王悲凉一生 若是再传出这样 让人神伤的消息 实在是令人心酸 筛然泪下 此时此刻 外界震动 诸多大人物 祈福泰玄 前往行风 狠人大地的传承出事 没有人不在乎 若是真的 那将是一场浩劫 是无法承受的人火 天下的人目光都望了过来 与圣体打破诅咒时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上大叫 都有人到来 叶凡成功了 将世人的目光转移 一个将死的圣体 并不需要忌惮了 可古今第一狠人的传承 那就不同了 他终于笑了 都转星移 祸水东引 所有人盯住了另外一个人 世人开始寻觅狠人的继承者 华云飞消失了 所有人都在寻找 都在追查他的下落 虽然还没有明确证据 但他几乎已经是举世皆敌 这招太妙了 华云飞活着 比死了作用要大得多 代替叶凡去背负这种重压 不错 将他推出去 小叶子可以安心修行 慢慢的继续力量了 等到那些人回过味来 一切都晚了 李黑水也大笑 你们别盲目乐观 我怎么越听越感觉 这个话云飞很不好对付 心机深沉 手段狠了 这样的人不可能轻易死掉 千万不要被逼成狠人第二 以后我们可以从容不止 这次推出一个狠人来 下次推出一个巫使 外界沸腾纷纷扬扬 各种议论铺天盖地 叶凡终于可以暂时放松一段时间了 接下来几日里 他不断寻找小楠楠 这个小女孩一定要找到 不然他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可是却是大海捞针 一点线索都寻不到 叶灵慧该出来了吧 他听到我无恙 会来取圣果才对 叶凡将圣果取出 为几人分发 黑黄缠得口水哗哗的 贪婪的老毛病又犯了 又开始下黑口抢自己人 幸亏李黑水与土飞了解他 反应足够快 尽管被咬了几口 但果子保住了 两人不断诅咒 这死狗太可恨了 其他什么都好 就是剑宝就抢这个毛病为止了 本皇是那样的人吗 只是想试试你们的反应能力 大黑狗脸皮厚的让人没话说 起初 几人都坚持不要 因为他们了解到 需要各种圣果合在一起 才能拼出无缺的不死神药 要以此来救神王和小婷婷 叶凡还是坚持美人送了一枚 但他自己却没有再服用 因为真的堪堪够用而已 已经需要神根来补齐了 数日下来都寻不到小楠楠 叶凡心中不安 唯恐有什么意外发生 最终他与庞博前离开燕渡 一起去看一些故人 昔日同来这个世界的同学 若没有意外 还应在燕底 第一站 他们自然是来到临须洞天 两人在这里生活了将近一年 往昔发生的一切 还历历在目 可是 当他们来到这里时 却听到一个噩耗 那个叫张宁飞的同学死去了 当年 叶凡他们共十三人 被微微从八百里 原始老林带出 六个洞天府邸 各收两人为徒 临须洞天 收磅礴与张宁飞 为弟子 而叶凡不过是跟随庞博而来而已 并非真正门徒 因为那时 他被查出为荒谷废体 来到这里后 张宁飞被他的师父带去闭关了 叶凡与庞博都没有见到过几次 不曾想再回归时 这位同学已经买骨一年有余了 我们为他的分头舔些土吧 两人都有些黯然 同来这个世界 不曾想已有人离世了 再也不可能见到了 张宁飞并非休士所杀 一年前去采摘一种灵药 被一头凶手撕碎了 死得很惨 还记得毕业时你喝醉后 哭着笑着说自己的离乡与遗憾 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未能长时间相聚 最终都未能见上你最后一面 两人将酒水倒在他的坟上 沉默了很长时间 这就是修士的世界 一切都无比的残酷 充满了艰险 当两人回到灵虚洞天后 许多人都大气不敢出 两灵虚长教都很紧张 连他都不过道工一重天而已 生怕两人因此而生怒降罪 无需如此 灵虚对我们有恩 他除以外 与灵虚洞天无关 将近六年过去了 他们已经是四级秘境的修士 足以俯视整片烟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